如果您有一台很棒的时光旅行机 您会想跳到过去或是未来的哪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 请问如果您有一台很棒的时光旅行机 您会想跳到过去或是未来的哪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 父母的爱像荣荣春风 温暖的冰冻的心房 父母的爱像滴滴的甘怒 滋润的每一颗需要滋润的心 如果我有一台可以穿越时空的时光穿梭机 我愿意回到多年前我就读高雄工专那时候 年少轻狂就读武专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没错 当时我努力地玩进学校所有的社团 佛学社我还当社长 其实是为了追求学姐 两年的过程当中学校社团我几乎都参加变 唯一有一个角色做得最不好的那就是学生的本分 每天到学校不是弯水管就是烧电线 我发现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我开始怠惰 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虽然我的名字叫做林定位 两年之后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 学校寄了一张通知单告诉我的父母亲 您的孩子因为成绩二分之一不合格 必须退学 在那时曾经因以我为傲的父母亲 来到学校接我回家 在图书馆的时候因为我激欠了两本书 父母亲对我大发雷霆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当时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 为了追求我曾经飞上天空雨翼的自由的翱翔 我却忽略了父母亲的期盼 如果我有一台时光穿梭机 我愿回到武专那两年 我会挥别那不堪回首的过往 努力追求我的未来 我要告诉我的父母亲 我会好好努力找到我自己的定位 比赛主持人 如果我有一个时光旅行机 可以到未来或者到过去 我如果要做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我要到未来 未来的什么时候呢 未来在公元三千年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决定会是这样子 我希望我到公元三千年的时候 我来去看看我成群的子孙们 他们的成就是如何 有没有当初我对他们的尊尊教诲 尤其是我要求他们参加国际演讲协会 他们有没有参加 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坐着时光机器 回到现在来 我重新把我的遗嘱写过一遍 如果他们没有遵照我的要求的话 那任何的遗产一分一毛都得不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决定我做时光机器 我要到未来去来看看新的世界 是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去建设它 我们去开发它 未来的世界一定是更好 所以我要去未来的世界 来去做一个见证 然后去确定 我们现在每一位 我们的每一位的努力 你的成果以及贡献 在未来都能获得实现 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 我希望它可以带我回到18年前 我还12岁 国小刚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呢 那年我们家刚好发生了巨变 我爸妈选择彼此分开 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 造成很大的因因 我觉得如果我有改变时光的能力 我希望我能够挽回的是我们家的亲情 近几年来我们因为亲情的关系 不断地内心挣扎 纠葛 在座可能所有都是来自于美满家庭的 各位都认为有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为什么我会想扭转过去 因为我曾经失去 曾经失去的是亲情 感情的部分很难覆水 就如同成语一样覆水难收 所以不但我希望各位把握你们 现在拥有的美满家庭 更能够珍惜这一群 曾经失去 甚至想挽回 但是我们始终挽不回的这一份子 毕竟18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日子 我们希望在这18年之中 能够将某一些事情把握住 甚至未来我希望不再需要用到时光机 去让我再回到一次过去 因为我知道 唯有我把握现在 未来的再一个18年 我才能够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也希望给自己再增加一次机会 不要让我的小孩 未来再做时光机 去回顾18年前 那样一个不美满的过去 跟各位分享 主持人